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13日 星期二 大家沒有聽錯 現在回到升旗易得道 剛才就是 本台被入侵 被這個亡靈入侵 所以又變成了紅旗易得道 可能還有很多人不知道這個系列 我們升旗易得道有一個特別的系列 就是這個間中就會被這個亡靈佔據 就會化身成為這個 紅旗易得道 好了 所以現在就是正常節目 現在是John Connor做的 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一個問題 就是民建聯是不是想攬炒呢 話說這個是 前區議員 丁士元 他就是全家 一起移民去英國 民建聯就是忍不住 要出post 似乎想跟丁士元攬炒 丁士元應該就是屬於民主派這邊的區議員 但是 以前是屬於民主黨 民主黨就因為經過了這個 林卓廷事件 還有劉偉卿事件 然後當時 大家如果還記得 就是民主黨有一大堆 就是以前跟著劉偉卿的區議員 全部就選擇離開民主黨 另組就是新的區域組織 當時他們 組成的新組織就叫做沙田區政 而丁士元就是沙田區政的召集人 沙田區政就在6月25日 正式宣布解散了 其實現在香港的反對派都鎖剩無幾了 基本上連那些很溫和的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反對 比較 比較 外圍的那些組織 地區組織 大部分都解釋了 換句話說 現在香港 就是毫無任何 反對的聲音 最溫和的反對聲音都沒有了 這件事有甚麼特別呢 這件事就是 民建聯竟然人家走了 去英國移民 都不放過人家 他在做甚麼呢 他就不是追擊這個丁士元 反而就是 反而就是 竟然向丁士元 獻上民建聯死亡之吻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詳細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升旗易得道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分享我們節目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要對抗紅旗易得道 對抗亡靈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用無限loop帶發 以及欣賞廣告 幫我們 用無限loop帶發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盡量播放 以及點擊 記得去我們的 升旗易得道的Facebook Page那裏就要like了 我們的新聞部在運作 那個like數不夠 增長得很慢 雖然也不算很差 運作了幾天 但是要快一點就要上去 請大家多多幫忙 話說這個民建聯沙田支部 就在Facebook 忍不住要出Post Post是這麼說的 居民 袁沙田錦英區 反對派 區議員 丁氏元先生 昨天 已經舉家移民英國 在此 祝願丁先生一家生活順利 竟然受到民建聯的祝福 這個很嚴重 是不是民建聯有心要攬炒呢 內容還未完 丁先生是少數 與建制派 有解傾的反對派議員 雖然對丁先生服務社區的水平 不敢恭維 忍不住又要發射丁氏元 但是又要跟他有解傾 一方面其實簡單來說又很不妥這個丁氏元 還有這個沙田俱正 這一群民主黨出身 做慣地區工作的區議員 對於民建聯的地區選舉來說 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民主黨做地區的區議員 基本上那個 政治立場政建立場就不像其他 反對派那麼激烈的 換句話說他們做很多事 就符合民建聯的街坊 的要求 簡單來說你專心搞地區工作 其他政治 意識形態那些 就不要去那麼前 通常 區議會 不要算2019年那個 不算2019年那個選舉 區議會要選贏的那些區議員 多數 都是要具備這樣的特質 所以這個民建聯就很不值得 一方面就覺得 這一群做地區的 民主派就是他們的強勁對手 所以忍不住又要說 社區服務水平不敢恭維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人家移民 忍不住又要爆人家 人家跟你有辦法談 某程度上 你也要尊重一下 所謂confidentiality 大家有trust 大家可能是有trust 才跟你叫做有辦法談 你單方面就爆發人家跟你有辦法談 其實就是有兩個 有兩個隱含的訊息在裏面 民建聯也知道自己湊了 他覺得 跟我民建聯有辦法談 就可以抹黑到 民主派的區議員 所以他也頗有自知之命 對呀 跟你有辦法談 通常坦白說 都不是太好的 不過人家都移民了 那就算了 本台 都積極參與很多 政治運動 其實我們對於 選舉 立法會選舉 以及區議會選舉 不敢說非常熟悉 但是 都有一定 充足的 認識和水平 我們當然知道區議會選舉 從來都很難選 本來的選區已經是 很難選得贏的 政府那個選舉分界 再將對他有利的方式 就是再劃分 還有種票 還有鐵票 還有蛇齋餅種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要選贏是很難的 為什麼會有民主派可以做地區工作 可以贏到這個 建制派呢 坦白說 他們一定要做的工作 很相似這個民建聯 工聯會 才有機會贏的 他們要做地區工作 要做到 街坊貼身 近身互衛 幫你 幫你修補了 真的一票一票就回來了 換句話說 他們那個 跟建制派有辦法談 的可能性其實是 很高的 不要緊 因為是地區工作 還沒有去到 立法會 大是大非的問題 坦白說 民主黨其實從來都跟建制派有辦法談的 是2020年沒有 所以這個 民建聯就是忍不住 人家要走 就是要攬炒人家 走了 也要爆人家 跟你有辦法談 這件事是很詭異的 倒轉又不行的 如果我民主黨爆發的建制派 也是少數跟我們有辦法談的建制派 你又中傷不了那些建制派 這樣才慘 但是倒轉的時候 跟民建聯有辦法談 是一件很醜的事 這件事就是由民建聯自己核實的 我們沒有人說的 是你民建聯自己說的 出來說人家的服務水平不堪 跟著跟你有辦法談 你整個帖子也不是想 捉人家生活順利的 你想捉人家 你想捉人家 臨走之前 都被你親多一口死亡之吻 這個民建聯的帖子繼續說 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 有眼光 又有能力的 從政者 說他加入前線 再加入民主黨 當區議會 連任失敗之後 再轉區 成功當選 頂不住民主黨裏面的一言堂 大佬文化 於是就是退出民主黨 成立這個沙田區政 基本上都是整個post 要搞一下丁士元 第二 主要都是 順便就動這個民主黨 大家所以 要真的不要覺得這個世界不是黑就白 如果任何人 一說這個 民主派 你就以為他會跟這個建制派 就是細成水火 其實不是的 其實 很多 做地區的民主派 跟建制派 是很有辦法談的 民主黨當然不用說了 有辦法談到 會 在中聯辦談 這個就是2010年 那時候的政改之前 不過沒有了 驅往義了 現在沒有辦法談的 現在他們覺得自己很兇 所以 就是不會再有辦法談了 覺得現在 北京 用北京的 大石砸死你們就可以了 最後也忍不住 又要再宣多兩句 希望你去到外國 才知道祖國難能可貴 說到自己那麼愛國 民建聯的人 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 去回大灣區發展 是不是 其實移民移得最多 好像就是民建聯的人 的家人 還有下一代 包括 前主席 譚耀宗 兒子 跟他老婆都去了澳洲發展 是不是 他有沒有覺得祖國難能可貴 叫他兒子回來了 有時候你看 民建聯的帖子 真是不知所謂 你想動丁事緣 就直接一點啦 你又要親一口 然後又要蓋兩巴掌 然後又要說人家 叫人家不要忘記自己是甚麼黃皮膚黑眼睛 那是黃皮膚黑眼睛 我可以是香港人 我可以是中華民國人 我可以是台灣人 我總之就不是你的人 就是那麼簡單 民建聯也是 一貫就是 弱智和低能的作風 整件事 總之人家走了 都忍不住 就要出來抽水 抽得來又毫無技巧 這個就是民建聯 所以民建聯沒有說錯 從頭到尾都那麼廢 北京在你背後 開了Turbo幫你 還是那麼廢 我們這節跟大家講到這裏 我的喉嚨好像有點痛 我們這節講到這裏